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里用的是凯分和康的这个妆前乳 在上粉底之前呢先来校正一下黑眼圈的颜色 这个呢我在这视频就不多说 因为我之前已经出了非常详细的关于遮这种很深的黑眼圈的方法 先用一个橘色 用手指或者海绵蛋就是轻轻的铺开 粉底的选择呢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呢我比较推荐大家去用那种妆效自然的清透型的粉底 如果你用那种遮瑕力比较高厚重的粉底的话 就算你皮肤状况很好 它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浮粉啊或者说卡粉的情况 那这一些浮粉卡粉的情况呢在你那个微单或者单反高清的一个相机里面呢就会被放大 脸上的浮框就会显得很不好 纹路也会加深 那你可能脸上会有其他的瑕疵呢 我们就后续再进行小局部的遮瑕 但是大面积呢整体让它保持一个很清爽清透的状态 我今天在这里呢我就用最容易买到的这个makeup forever的 用一个打湿的海绵蛋 遮黑眼圈千万不要试图把你的黑眼圈完全遮住 当你试图要把黑眼圈完全遮住的时候 你肯定会不自觉的用到很多的遮瑕产品在你的眼睛下面 这个时候呢你把你这里全部都遮住的话 会显得你的眼神非常的呆滞而且不自然 同时你在拍照的时候呢就会视觉上显得你的眼睛缩小了 第二个点呢就是欧美的很多博主呢 他们会喜欢在眼睛下面用比较白的 让他们这个地方看起来比较饱满的感觉 那是因为他们的鼻梁很高 你们要记住一个原理 在你的脸上凸出来的地方 它是会比较白比较会反光的 所以你本来鼻梁就塌了 然后你在这里填这么白 在视觉上你鼻梁是不是显得更塌了 那我今天用的呢就是NAS的这个遮瑕膏 你看这个真的是遮黑眼圈一个最精准又高效的方法 就对于我自己来说 你看我就是点了几下完全两边的感觉就会不一样 就是泪沟在你拍照片的时候 就是泪沟在你拍照片的时候 会比你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要更加的明显 那其实在一张静态的照片里面 跟动态的这种视频是不一样的 静态的图片它其实更多你脸上的轮廓 或者是可以通过一些光影的改变去很明显的在照片里面达到一个效果 所以呢 泪沟的这个它的这个凹凸呢 我们也是利用一个光影的效果 先观察一下这边这个这个地方是不是凸出来这里 然后这个地方有点塌陷 那凸出来的这个地方呢 刚刚我们说过凸出来的地方是比较亮的 干净的眼影刷 然后取散粉 铺在这个隆起的地方 让它那个反光没有那么反光 这个时候它就会达到一种好像跟旁边一样 是一样的高度 那如果你是更加严重一点的话 你铺完 其实那个光影的效果觉得还是不够 还是觉得你这个地方塌陷 拿一把干净的 然后用高光 这里比较推荐的是用日系的高光 因为日系的高光是非常清透 然后它的那个珠光的颗粒也是比较细腻 然后在你凹陷的这个地方 轻轻的刷一下 在光影上面让它看起来 有点隆起的感觉 这个地方这一边的凹凸的感觉 跟这边比 是不是要没有那么明显 看得出来吧 我笑的都僵了 我希望你们是可以看得出来 脸部遮瑕的部分呢 我就是选择我觉得最明显的 那一些需要遮的才遮 有一些就是淡淡的那种呢 我会就让它留在那里 散粉呢就是用的刚刚 Hourglass的这个散粉 那就是我用过尺子去量我的三停 中停是大概的6.5厘米 然后下停呢也是大概的6.5厘米 只有上停呢是只有5厘米 所以呢整体上来看的话 我的上停呢是处于一个比较短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你跟我也一样 你可能会比较适合画那种 没有那么高眉峰的眉毛 如果你的眉峰是画得很高的话 就显得你的眉骨在很高的地方 那你额头视觉上就会缩短了 观察了很多个女明星 她们为了让自己的眉毛看起来更加的生动 然后不死板 她们会把前面大概就是前面这个地方的眉毛 向上鼠可以用眉胶稍微固定一下 这样就看起来你的眉头是毛茸茸的 然后后面的这半段就是向下鼠 我真的观察了好多个 当红 当红女明星 就微博你叫得出名字 很红的几千万粉丝那几个我都观察过 像我们这种这么大的鼻子呢 就千万不要拍一个全侧面的照片 顶多就是这样稍微有一点点斜斜的 还能看到一些鼻子的轮廓 那你就是可以斜斜的对着镜子看 然后打这个地方 按照你想要的一个阴影的就是那个鼻子的高的感觉 可以稍微打深一点点 那么在你拍这样子的照片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的阴影呢 就会让你的鼻子显得更加挺一些 当你在拍照片的时候去旅游拍照片的时候 你很少会拍一个大脸的吧 你肯定都是想跟风景融合在一起 然后可能会拍个半身 甚至拍个全身 所以当你画那种比较浓的范围大的 很多颜色叠加渐变 在那镜头里面真的看不出你这些渐变 能看到的呢就只是一坨色块在你的眼睛上面 会显得眼妆整个妆容非常的累赘 所以看起来不清爽 首先呢我来取一个这个比较淡的橘棕色 这个只是提供一个大概的参考 这个就是我拍照的时候 我自己比较喜欢画的一个妆容 一个眼妆而已 接下来呢我会用这个比较浅一点的土橘色 取同样的土橘色刷在眼尾 下眼尾 很多人呢眼影的眼尾 不知道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延展 不笑的时候我的眼睛是向下走的 但是笑起来之后呢我的眼角 这个地方就有一点点变得上扬 那我就笑起来假笑 好然后根据这个假笑呢向上 它是怎么走的 你就向那个地方拉 这样子曝光可以让你的眼睛显得更加长 而且会让你那个眼影的后面的走向 是一个自然的方向 用一把干净的熨染刷 稍微过渡一下 我用的是这个新买的恋爱魔镜的睫毛膏 因为我本身睫毛比较长搭拉下来 不能保持一个比较翘的时候呢 眼睛就会看上去好像有一点点没有完全 睁开的感觉 就没有那么有精神 所以呢 这个是我朋友推荐我的 我在我的购物分享里面 那个文章里有写到 如果还没看我的日本购物分享的话 可以去我的公众号来看一下哦 我最近呢 越来越注重我腮红颜色的选择了 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腮红颜色呢 是可以让你整个妆容有一个质的飞跃的 那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颜色的腮红的话呢 我有一些推荐给大家 都是属于那种偏性橘色的 因为我觉得性橘色这种颜色呢 不那么挑人而且画起来呢 比较容易画出那种高级的感觉 Guku的这一盘08号色 也是这种比较温柔的性橘色 NAS的这个哎 已经不想多说了 我在我在日本每一天都是用这个腮红 极力推荐过的这个倩碧的08号 Mellow Pop性橘色的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最近发现的橘朵的这个国产品牌 它这个腮红名字叫做梦幻渐变腮红02号色 我把腮红打在比较下面的这个地方呢 就会显得我的中提更加的长 所以呢 我现在的打腮红的方式呢 就是习惯把腮红打的高一些 这样整体上呢 就会显得我的中提是有一个向上的感觉 而不是向下坠的感觉 高光呢就还是用刚刚遮泪沟的那个高光 Extra的这个 在我以前的一些装纹的教程里面呢 我额头都会打高光的 但是我现在发现当你拍那种静态的照片的时候呢 还是会凸显你额头可能会有的一些小闭口的纹路 那所以呢 我现在就额头就不打了 就只打鼻梁 我的人中是属于正常的长度 只是因为我的鼻子是很短的 它比较短 然后向上有点翘 所以就显得我的人中更长了 人中长呢 本来就会显得人比较偏成熟一点 甚至老气一点 那在照片里面呢 这个人中长就会更加的加深 感觉你年纪比较大的感觉 所以呢 我们通过擦口红 上面的这个地方擦的稍微饱满一点 这样在视觉上就能缩短你这个人中的长度 就是非常淡的描一个 大概就是比你平时会画的宽度要再宽一点点 眼妆是比较简单的 颜色不会太重 腮红呢也是比较清新的性橘色 所以在嗯? 所以在口红上面的选择呢 可以选择像这种深一点的 呃抢眼一点的 如果你在用那种淡淡的话呢 感觉整个妆容好像会显得太过太过清淡了 特别是你想要拍一些比较时尚一点的照片的时候呢 我觉得搭配一个稍微深色一点的口红呢 是很漂亮的 我用的这个呢是smashbox的这一瓶 因为它的喷头特别的密 所以呢不需要喷到天上的接住它 妆容呢大概就是这样的 虽然说看上去这个妆容呢 因为现在是动态的 所以可能看起来不会有一种 跟我以前的妆容有太大区别的那个地方 但是真的大家如果去实践一下我刚刚教的一些技巧 结合你实际上的脸型条件去画一下 再让你的朋友后男朋友呢 远距离的这样拍照照片 你会发现改变真的是挺大的 那这一期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我觉得这一期我真的是 把我在日本旅游拍照的所有的妆容的经验都分享给大家了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by bwd6 by bwd6